5月19号,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主办的第三届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香港举行 来自两岸四地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及知名人士 共同探讨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成功实践的重要意义和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指导作用 1997年,一国两制首先在香港实施,继而退广到澳门 成为中央政府解决国家内部不同社会制度如何共存发展的大政方针 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香港澳门的专家学者以港澳两地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现身说法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表示 香港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政治稳定,就业人数逐年上升 移民其他国家的港人回流香港 2012年,入驻香港的国际品牌高达51家 所以我们香港过去十几年基本上在方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就是凭这个区域整个国家的发展,就令到我们有更好更多的机会 所以如果我们能把握这些机会,我们整个港人治港管制的水平可以再往上提升 我们整个民生,这个香港人的生活也应该可以过得更好 所以这个一国两制回归是给我们一个往前发展的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机遇 如果我们用1997年之前,大家对一国两制的一些看法恐惧保留 我们可以说是我们是200%做到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施在演讲中表示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管制、法律和经济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国内国外都承认 回归17年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功落实 他还在演讲中提出,香港人应当做好一国两制下的公民义务 与内地和台澳同胞融合一体 回归差不多17年,香港人如何放下包袱 抛弃成见,应失祖国,接受公民的责任 与内地跟台湾澳门的同胞融合一体 包拥有爱,团结一子 应失国民的权利跟义务 为国家的民主、法治、发展跟利益 为振兴中华出一份力 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刘一良 则以澳门回归之后,经济繁荣,世面畅旺,治安良好的实际 详述了澳门回归15年来,一国两制如何让澳门变得更加美好 当天,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员所长于克里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也分别做了对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几点看法 和平发展进程中两岸制度创新的主题演讲 整场研讨会上气氛热烈,话题开放 当天,台湾新党主席于慕明也应邀出席研讨会 他在致辞中表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不能做旁观者 对一国两制在香港跟澳门经过十几年的实验 不是旁观者 尤其是对于从台湾来的 对一国两制去促成 面对的未来,中国的命运 台湾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